接下来王一波队长 对阵刘宪华队长 两位在出阵之前 有什么要对彼此说的吗 那我就来了 知道你的队很强 然后也知道是去年的冠军 但是 这个就是去年的事情 这句话有点伤我了 去年的事情 对哦怎么办呢 没有我们一起加油吧 我觉得彼此发挥最最好的就好 好的 爱你哦 好的 好 好 想跑 加油 好 好 享受 好 我们第一轮 组织战争准备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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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其实这一次的黑屋我打击有点大 但是呢我选到的人 但一个一个都很很厉害 我们这个阵容 其实我还挺出乎意料的 感觉这四个人好像 嗯你说他们搭吗 我是有给自己打一个问号的 你好对这边对 有了一波啊 你然后这个时候没有跳 会应该会落一个麦下来 然后拿麦 你对我说话 难以啊好帅啊今天 哈哈哈哈 胡子长出来了马上挂马上挂啊 ok 那 我帮你挂好 哦 用舞蹈帮你挂啊 然后然后我说话 我说哇 whatever i say 就是哦 可以不要说 韩语 啊 胡子很帅啊 哦 哦 来 就大家互相间都是 好像这五个人在一起 就像一个孩子团一样 我们在想 Henry 我觉得我们需要 我在想 你 哦 没有 我只是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每次我们在拍摄 有些有趣的事 发生 最多的 我们在一起 Henry 在做吵架 我们在做吵架 Henry 对 我不知道 他真是有趣的 有趣的 有些有趣的 Between us Between Henry Henry 我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啊 一二三 你看 这里有点 其实 是 二二 这一步的 可能他们不需要 握手 好的 首先 他需要 五六七 八 那是好 那是好 嘿 聪明 聪明 每个人都有一些 意识 我 我 我 有些意识 的 动物 Boo Boo 还有 棚子有些 意识 用 帽子 Boo 都 对 对 对 Boo OK 大家都有 非常多 意识 我们 我们 非常多 想 然后我们开始 去建设一个演奏 上 吴 下 然后你刚好去拉 吴 下 拉 走 好 再试一下 好 再看到跟他们在编舞的时候 很轻松 而且他们也感觉 很知道我的风格 所以我真的又又感觉到一次 我真的选对人 这次还是跟网季一样 然后都是以 老师的舞蹈者为主 而且这次 尼尔森和波波 他们之前也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还有叶老师 还有两个一起 应该能排出很好的routine吧 就现在特别不干净 这个 就是你 刷脚这个 他们做这个动作 就感觉很不干净 没想到不干净 对吧 很尴尬 嗯 一博他非常的信任我们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 并没有做到可以让他这么信任 我觉得不要做这个了 还是做之前的吧 之前之后然后分出来跳 就直接跳舞吧 就做这个team吧 别搞这些 这些搞不了我觉得 他可能是 可能是想到 这些团队已经成为完整的 好方式 但是在最后 可能他想到很多不同 但是那时候 可能是因为 我们有很多意见 但是我们不太认为 同样的 因为有些人觉得 可能这动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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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大家心 跟气没有聚在一起 所以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力量没有聚在一起 然后非常的不顺利 他不愿意做这个 因为有很多部分 我们失去音乐 我们都 可能我们可以做之前 像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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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前面 由于我们四个人 其实都不是编舞师 然后我们在一起 其实也是第一次融合 所以在磨合的当中 就会花很多时间 就是花很多精力在身上面 就是如果有编舞 吃到肯定会更好 因为现在没有很好的点子 我们就纯在跳舞 然后 所以我就一直在 跟他们想办法 怎么把他们 以编好的东西 跳得更好一点 编得更好一点 力都没往一块儿使 就没有 没有这个活力 在浪费时间干嘛 还不如就学了 就跳就好了 你就跳原来那个 你觉得OK吗 就跳 编往派对什么 对 往我们适合地跳 就大学一些 好的编 别想那么复杂 对 对 一波也是表达了自己 就是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 就也给我们明确了一个方向 然后让我们 往更加好的方向去修改 去调整 我们是在卡的那三角可能要再干净一点 可以 动动动动动动动 5 6 7 8 5 6 6 7 8 5 6 7 8 好 因为我们都是跳O2的 所以Routine这一块 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比较是有信心的 这一趴 然后我们还是会尽全力 然后把它做得更好 哎呦 哦 好 8,9,9,10 8,9,10 9,10 8,9,10 8,10 9,10 10 太棒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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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宝贵哥 得比我们咋 得比我们咋 哈哈哈哈 早上有电影的 点一路啊 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 投票环节 现在请我们 一波队和刘宪华队 背队评审 请现场的33位专业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喜欢 王一博战队的表现 就请你扔出手中的 绿色毛巾 王一博 is green 如果你喜欢 刘宪华战队的表演的话 就扔出你手中的蓝色毛巾 Herry is blue 这是一波 这是Henry 好 一波Henry 你的谁 你游流 不能交流 我不能交流 不能交流 三 二 一 请投票 郭德源上台机票 好大 哇 差距好大哦 oh my god 阿丽 so much blue 电门 你丢了蓝色绿色了 大家 蓝色蓝色 我也 这边的点 多一点 idea 多一点 我觉得第一轮都差不多 但第二轮是 我这边还是没有 不是 差不多往后 我投给的是刘宪华队长 他们的作品很有创意 特别是第二回合的时候 那个衣服出来那个环节 就看出来一个整个team的一个感觉 就更像一个作品一点 包括卡卡 他跳hiphop的 我没想到他的hollow by做的那么好 就是他们会把这个舞蹈的每一个层次的画面 把技巧全部安排进去 而且让观众很清晰地看到他们想表达什么 所以说观众看了就会非常的开心 哦 跳得很棒 而且还有很多拉衣服的这种创意 就是大家都没想到 突然来这个就是惊喜idea里面 它是非常有的 一波这次他们因为可能这次没有编舞诗 所以他们的选择方向是inside inside意思就是技巧 技术 他们有很多用的不只是在卡beat 就是用很多这首藏在里面的律动 他们的切分非常的棒 就是切分非常细腻 只是没有那么all side 因为赛在赛场上的话 可能大家对all side的东西 可能会更容易先直接被接受 除非inside实在质感好的爆炸那种 对 然后就是艳影跟亮亮的气口是合的 布布跟newson的气口是合的 现在就是他们要需要做到的就是 这两个气口一定要合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对 致命的一个地方 最后有一点小的失误 有放炮 这个而且放得很明显 所以我们最终把毛巾投给流线环站队 一博这边 他那个队形会是这样 大家会一坨然后丢出来 所有的东西和速率都是比较散的 但是对面可能就是会很有凝聚力 气场会很大出来 会给人感觉一种 他们能力那么强 为什么排成这样 就是一加一没有大于二 这个不可以 你要是组队能量的话 这是很很不好的 这是很很不好的